Wow 我剛看了一部在題材上充滿挑戰性的電影 不僅充滿了曲折離奇的轉折 又結合了我最愛的黑色犯罪電影元素 你可能會以為我要來講一部好萊塢驚悚片 但是今天我要來介紹的是台灣的氣魂 紅衣小女孩和目擊者的導演陳偉豪再次出手 開場我們就被帶到一個有如影翼殺手的城市 充滿霧霾以及霓虹燈光的台北 鏡頭一路越過山林 來到了一棟遠離成宵的豪宅門前 陰暗的氣息昭示著山羽欲來的不暗 接下來我們再看到幾名警察按了電鈴 表示收到報案 瞬眼輕鬆的管家領了他們進門 卻看到了恐怖的景象 一家之主王室聰門上刻著神秘的符號 他本人則倒在血泊之中 一旁的年輕妻子也暈倒在地 究竟是利益糾葛而惹上殺生之禍 靈異附身還是邪教作祟 氣魂幾乎可說是分毫不差的設立調性 讓人馬上就浮出了眾多問題 這到底是個懸疑片還是科幻片 還是融合宗教元素的恐怖片 這樣說可能有點浮誇 但是某種程度上 他甚至讓人想起了 同樣也是融合眾多元素的恐怖懸疑電影 《哭聲》 《哭聲》是我過去十年來最喜歡的恐怖片的第二名 我可是不會輕易拿出來比較的 那麼氣魂究竟是什麼樣的電影 老實說這問題不好回答 這電影觸碰到了許多題材也橫跨許多類型 他有著細微的情感 但是卻也有如肥皂劇一般的人倫悲劇和情感操弄 他有著漏洞百出的設定 卻也有蜿蜒曲折精巧安排的故事 想像唐人街這部經典黑色電影 加上一點賽博龐克 加上一點八點檔 再加上一些鄉野傳說和宗教元素 最後再撒上一些性別認同議題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災難性的大鍋潮 但是實際上的成果 卻是一部充滿張力以及情感深度的電影 在故事的一開始 我們就認知到了警探主角阿超患了癌症 來日不多 而他的妻子阿豹則是剛懷孕沒多久 一個人是檢察官一個人則是重案組的警探 平日工作時保持完全的專業 但是卻在眼神之中對雙方透露出了細微的擔憂 整部電影就在如此令人幾乎難以承受的諷刺之下進行 《星際效應》之中說的 父母會成為自己孩子的鬼魂 在此處可說是完美的呈現 阿超拖著疲憊的身軀 埋頭調查這也許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桩案件 能賺一點是一點 期望能為自己的妻女儘量留下一點什麼 透過這樣的互動 這兩人不只是承載劇情推動推理的工具 而是與糾纏在這案件之中的受害者 和嫌犯們互相揮映出生死的主題 就如阿豹在書上談到這案件時所說的 這執念對許多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對失去之人的執念才能讓那個人繼續活下來 我不太記得確切的台詞了 但是這一段比我剛剛所說的這兩句還深刻許多 而這一段更是不消敏事 不用說教 只需要一個眼神 我們就知道他其實說的是自己的先進 而丈夫阿超也默不作聲地意會到這一點 阿豹這角色更是直接拒絕了 到現在還是不斷在各種影視作品中出現的 執法人員擔憂唠叨的妻子這種勞梗 在張君寧的演出之下 這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 卻也在其中一場戲成為整部電影的情感亮點 從我第一次在痞子英雄裡面看到他的冰山美人形象 主冰山美人在此處指的是面無表情 到現在演技的不斷蛻變演化可說是有目共睹 或許我們可以說氣魂是個加了一些特殊設定的警探片 而在電影前段 這些元素乍看之下 並不能說是為這部電影加分 像是其中將台北化為有如銀翼殺手的灰暗未來世界 其實並沒有與電影中的主題做出太多呼應或是襯托 不得不承認很有風格就是了 起初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個明顯的兇手 被害人王世聰的兒子 無論是手機錄音還是現場的目擊證人或是他的動機 處處都指向一個快速了結的案件 不過在故事持續發展過程中 卻逐漸挖出了越來越離奇的線索 被害人寡婦在前陣子被房間裡監視器拍到仿若被附身的畫面 她前期的離奇自殺 這些都逐漸在觀眾心中 不尷尬的哀嚎 在這樣的電影之中做出如此的設定是個非常冒險的挑戰 而這挑戰至少對我來說是成功了 這並不是說這部電影是個徹頭徹尾的成功 其中還是有些部分略嫌裝神弄鬼 接近尾聲的大揭露也是用最老套的回憶片段展現 一次將資訊毫不遮掩地送給你 在整部電影的轉移焦點、誤導、轉換類型之後 這樣草率的諾蘭 多少令人障二金剛抹不著頭腦 我從此以後都要把一股腦解釋性對話代稱為諾蘭了謝謝大家 但是這些元素綜合起來 所造成的情感衝擊才是最初人意料之初 在這陰冷詭異的表皮之下包覆著一顆也許有些赤裸 但是毫無疑問的猛烈挑動的心 在這眾多的題材包裝之下 這部電影探究的是個足以被稱為老掉牙的主題 愛 扭曲的愛、禁忌的愛、無私的愛、自私的愛 在這場兇殺案之下 我們看到了人們願意為自己所愛的事物做到什麼地步 最終這些極端的手法值得嗎? 為了自己心中的那一塊執念 我們可以犧牲原則不論道德 究竟我們僅抓不放的人、事物 抵得過那些我們所失去的嗎? 在阿超畢竟癌症末期已經幾乎不得動彈 生不如死之時 阿寶卻想盡各種辦法延續他的生命 就是在此處氣魂高明之處才真正展現 並不是燒腦的劇情 並不是精心設計的氣氛 而是生猛的呈現這局勢皆準的人生矛盾 於是乎在氣魂充滿鬼神、兇殺、遙不可及的科幻設定之下 所有角色的動機以及累積多年的掙扎、衝突 都透過愛的不同面向加以演繹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這並不是什麼史無前例的創作 但是他卻巧妙地利用了黑色電影的本質 將其加以反轉 黑色電影的最大特色諷刺的就是 沒有所謂的道德、黑白分明 一切都處於灰色地帶 凶手也許殘忍 但是偵探本人有時候反而更罪不可赦 在起初氣魂似乎是塑造了明顯的好人 阿潮和阿寶以及明顯的壞人王家 但是隨著劇情進展才真正顯現出自己黑色電影的樣貌 每個人都必須做出妥協 所有人都有著難以告人的痛苦動機 但是氣魂跟大多數黑色電影不同的是 這部電影對於人以及愛終究是抱著一絲希望 即使這絲希望美美看起來極為渺茫 其中的靈魂轉移看似是個荒唐的設定 也確實是個荒唐的設定 即使是科幻電影仍略顯太過有想像力 然而正是這超出現今認知的設定 才更能體現愛的瞬息萬變 卻又永恆不變 抱歉我知道我似乎是一直在用虛無緹緹的方式 形容這部電影 但是我真的不想劇透即使你自己想被劇透 即使你猜到了這部電影會怎麼發展 它實際上的執行方式卻絕對不能被稱上老套 至少對我而言是成功的 最後一個畫面對於某些人來說 可能無法體會或甚至覺得爛尾 但愛本身就是這樣不完美 我們所能做的 不過是盡我們所能的 去闡述這珠摸不定的情感 最終即使幻魂仍爭至不渝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去看一下 我最近做的汪達幻視完全解析 也記得按下訂閱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任何影片 Movies are dead, long live movies 我是超粒方 我們下部影片見